宽容的人有度量,滤己的人有分量 做人要有胸怀,有气度 心中要容得下别人 别与人算计,要装得下事情 别跟事计较 宽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为难别人,就是为难自己 做人要严滤己,多自行 不能只看自己的长处 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要放得下名利,舍得下钱财 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坦道行于事,英明流于事 有些人不能以宽容之心待人 对待别人特别的严格 什么事都计较算计 不给别人留后路,留退路 别人稍微有些做的不好 就抓住别人辫子 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一棍子就把别人打死 有些人对待自己特别宽容 对缺点似而不见 没本事,不慌不忙 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 不敢拔刀割自己的肉 总是给自己留后门,找借口 导致自己问题由小托大 自己的前途越来越渺茫 宽容的人才能有度量 滤己的人才能有分量 人活一生,不过待人待己 别人都是生命中的过客 何必去责备 自己的人生只有这么一回 不能太放纵 人活一生,请多涵养宽容的心 所言自律的门 以容己之心容人 以律人之心律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